欲擒故纵这四个字,大概是我从三年前开始出门写生后内心最大的心得。水彩写生八成的秘诀都在这四个字当中,请各位施主多多推敲。 昨天又补比了这张八月在贵州的写生,准备下周带去上海参展上山落水精彩吃汗2017国际水彩大师邀请展,同时与十多位大陆与国际水彩名家共同写生互相学习观摩。 这应该是我今年最后一档的活动了。